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听 语目观后感 我是语目 今天来分享一篇电影的心得 看片心得 Astada la mano di dio 2021年的电影 上帝之手 别来几项梦中望 梦觉凄凉 心未凉 很批着 上帝之手 和以前一样 先来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 这是一部意大利的剧情片 描述80年代 有个自然卷男孩 过着简单的生活 亲戚朋友很多 感情很好 微小且确定的幸福 他的腰间总是挂着卡带随身听 性幻想 足球热 电影梦 和其他少年一样 准备起飞 家庭悲剧却重创他的心智 也许就这样难过到死 梦想散了 然后算了 也许这是上天特地给他的 一份无法拒绝的礼物 Astada da Manno Didio 电影资讯 Astada da Manno Didio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 都指同一部片 好的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与目观后感 看这部片 让我想要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那么一开始来自造就啊 没有太多宗教意涵 我们时间回到 1986年 世界杯足球赛 半准决赛 也就是八强 阿根廷对战英格兰 由于争议球 这球问题很大 阿根廷中场 Maladuna 疑似用手得分 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那球没有用手 非得要说那是手 也一定是上帝之手 这很经典啊 这多少少少的有听说过 尤其有在看足球的话 那么那场比赛 最终阿根廷2比1 弃走英格兰 可以想象 上帝之手在英格兰球迷 听起来是超级不爽 简直就是魔鬼之手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知道 那一球确实是用手 这是真的 那对我来说 足球比赛就是 有很多美丽的错误 才会好看嘛 好的 这就是上帝之手 上帝之手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镜头拉回电影 导演索仁提诺 他的回忆录 个人回忆录 上帝之手这个片名 可以代表 球神马拉杜纳那一球 石破天惊 应声入网 同时也在导演的年少时代 在他的心灵深处 泛起美丽的涟漪 的确 这是蛮有感觉的 念念不忘 必有反响 后来拍了电影 Esta da la mano di dio 就是在讲 一个男人成长的 点点与滴滴 那我在写心得的时候 你知道 找资料 找资料找到导演 Sorentino 他有这样说 这部片的内容 几乎都是真的 有看过这部片的话 这个导演 现身说法 还蛮震撼的 这部片的内容 几乎都是真的 不过呢 遗憾也是有的 电影杀青的时候 马拉杜纳已经过世 没有机会 让心目中的英雄 亲眼看到这部片 导演觉得相当遗憾 很可惜 那么阿根廷足球明星 与意大利电影导演 这怎么会有关联呢 如果你看过这部片 或者说有在看足球 也可以 我们就搭时光机 回到80年代 马拉杜纳 在意大利甲级联赛踢球 效力的球队 就是电影导演 这个电影导演 Sorentino 家乡的球队 拿玻璃 拿玻璃这支球队 在那个时候 战机掉车尾 马拉杜纳加盟之后 拿玻璃称霸易甲 两届冠军 球迷心中 开创有光辉岁月的S级英雄 在导演16岁的心里 更是SSS神将 马拉杜纳好强 我们球队拿冠军了 是啦 我很少录音这么激动 足球还蛮有兴趣的 虽然这个东西比我的时代要早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算上一代看球的 但是你知道就喜欢足球的话 听到还是觉得热血沸腾 就很兴奋 所以说聊到足球 马拉杜纳 恐怕是三天三夜都聊不完 在我个人的成长回忆里 也有足球明星 Zedin Zedan 法国中场 习丹 马赛回旋 七天七夜都聊不完 太多故事了 But 今天的主角不是我 而是意大利名导演 保罗索伦提诺 主角是他 主角是他拍的电影 而我本身 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在我这个网站 这个小站里 有那么几篇意大利电影心得 也几乎都是在讲他的电影 都是在讲他的作品 这一次呢 看到他非常戏剧化 艺术化的自传 你知道的 拍自己的故事 并不容易嘛 需要阅历 更需要勇气 我看过类似的片子 我相信你有印象 龟浪的罗马 墨西哥导演龟浪 他之前 两三年前嘛 一个黑白片罗马 我相信你有在看电影的话 一定有印象嘛 还有一个例子 法国导演 Depichon 他有一部片 那些年的狂热恋情 也是自传电影 例子非常多 我个人 每次看到电影导演 拍自传电影 就非常感动 因为那种 非常私密的回忆 拍成非常个人的电影 就像某种 特定频率的声音 传到我身上 传到我心里 这种特定的频率 就是艺术 有感情的艺术 震动 激动 心动 打翻了回忆 对 就这样打翻了回忆 如果你在现场 你会看到场面 零零乱乱 还会看到一个男生 也就是我 好像刚哭过 刚哭完 坐在地上 呆呆的 好 先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 Estada la mano di Dios 2021年的电影 《上帝之首》 这部片有很多小细节 小地方 令我印象深刻 然后呢 我就陷入纠结 比这个晚餐该吃什么 更纠结 我选几个 比较 怎么讲 特别有感触的 与你分享 第一个是 小生旅 在电影里 有出现这个 小生旅 Mona Sierra 姑且就称它 小生旅 你要说它 小和尚也可以 但我觉得 欧洲 讲生旅 好像比较有感觉 小生旅 这个小生旅 是拿玻璃的 民间传说 那么看到 电影里出现 小生旅 我的脑海里 那个画面 就开始拉线 好像千年音号 超空间驱动器 开启超光速的 那种 拉线 时光倒流 回到我还是 学生的时候 有一位 可爱的 Cappuccino 告诉我 这个民间传说 所以我才知道 什么是小生旅 那么过了 很多很多年 人面不知 何处去 生旅 留在我心中 所以 现在我看到 电影里面 穿斗篷的小个子 特别特别的熟悉 来跟你分享 介绍一下 小生旅 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 拿玻璃 这个民间传说 小生旅 可以想象成 古灵精怪的小淘气 恶作剧 偷东西 捉弄 可以被捉弄的人 然后 聚财藏宝 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捉弄 这些帮助 都是因为 彼此有缘 进一步说 这是一个 破例的概念 有破 才有例 想象一下 小可怜 遇到小生旅 代表命运之轮 开始转动了 要说天王星 开始顺行 我也不反对 急凶难辨 总之会有 巨大变化 就是了 当地人 就这样相信的 你只要遇到小生旅 代表你的命运 就从这一刻开始 会有变化了 无独有偶 这份相信 相信这个传说 相信这个民俗 他也可以 应用扩大 某条咸鱼 某个鲁蛇 突然翻身发达了 就算他自己 低调不说 当地人也会猜想 他应该是 遇到小生旅了 怎么会一夜暴富呢 怎么会突然翻身呢 他一定是 遇到小生旅了 当地人会这样想 那么镜头 拉回这部片 有两个人物 在这部电影里面 有两个人物 遇见小生旅了 一个 后来进了精神病院 另一个 则是父母双亡 听起来 不太吉祥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吉凶难辨 而且看这部片 还蛮需要想象力的 小生旅 不是每个人 都能遇见的 遇见 也不代表任何应验 然而呢 有破才有利 信不信 有你 人世间 就是有这些东西 遭逢打击 人生批变 搭上列车 一路往北 当然知道终点站 却无法阻止 心好乱 没看错吧 月台上那个影子 应该是小生旅吧 也许啊 自己看到小生旅了 也许啊 自己真的可以爬起来 也许这一丁丁的 也许就能让自己 重新站起来 这就是信念 好 这部片里面 还有一个人物 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阿姨 男主角的阿姨 对我来说 电影里的阿姨 代表一种开始 一个记忆的起点 男生比较会有的成长经验 那这部片呢 意大利电影嘛 拍阿姨啊 拍得比较性感啊 据说开拍现场啊 才通知阿姨 必须全裸入境 对没错 到现场啊 才告诉人家 今天要全裸 真的是导演这样 对演员还蛮虐待的啊 不过可以想象 那是拍片呢 就是怎么讲 拍电影的一个心理策略啦 你知道有些东西就 太早告诉你的话 可能到时候就不自然了嘛 那也是一个考量啊 那么我个人啊 觉得这个性感在这里 并不是什么 跟性有关的表达 纯粹是一个加强语气 怎么说呢 他主要还是在传达 印象深刻 就是说这小男生 应该说青春期的青少年啊 印象特别深刻 他有这么一位阿姨 所以拍电影呢 就用性感 就用全裸 来强调 他印象深刻 记忆非常深 那么我看到是 怎么样的印象深刻哦 一个小男生长大嘛 从阿姨身上开始认识到 什么叫做好感 什么叫做跟这个人相处 比较合拍 长大之后 想到怎么样才算性感女人 至少要像我阿姨那样 曲线玲珑凸凸有致 那样才叫做性感女人嘛 当然了长大以后可能会这样 当做一个准则 放在心里最深处哦 但说白了 这也是一个记忆的起点 对吧 也就是说从阿姨身上的第一次 在这辈子认识到某些东西 那都是一个起点啊 所以呢 我把阿姨这个人物 重点画在相处的好感 尤其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好感 我看了非常有感觉哦 在她的电影里是阿姨嘛 在我的回忆里是咕咕 虽然我的咕咕啊 没有躺在游艇前甲板上 全裸日光浴啊 没有啦 但是我明白那种 那种吃冰淇淋的感觉 也许咕咕早就知道 我会偷看她弯腰穿鞋子之类的 不说真的啦 说真的 这是男生非常重要的初体验 什么意思啊 因为第一次感受到滑嫩香甜 并不会立刻启动人与人的连结 而是人与人的纯洁 初次体验到这种相处上的好感 整个人会沉浸在其中 新鲜 简单 小确幸 通常哦 来自比自己年纪大 又不会太大的亲友 通常是这样 很奇妙的 那么多亲友里面 就属这个人不一样 好像也没有对自己特别的疼爱 可是只要有这个人在 就觉得轻松自在 不必解释与说明 默契会缩短距离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片中的阿姨啊 他代表一个开始 一个记忆的起点 那我不敢说所有男生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啊 可能真的没遇过 可能出现的时候 碰巧自己还没开窍 但是我相信只要遇到了 就会有深刻的记忆起点 这起点是最重要 是最珍贵的 乃至于在乎啊 牵挂思思念念啊 那是长大之后的事情啊 再来一个感触啊 男爵夫人 说到男爵夫人啊 那一段回忆啊 真的是特别的真实啊 加上导演表示啊 电影内容几乎都是真的 所以我看到那一段 我整个人惊呆啊 准确的说是惊艳啊 非常的 嗯 你想的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 这样说吧 某一片记忆 是否真的发生过 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回想起来 不太确定自己当时在做什么 包含一毫克的不敢相信 与不可思议 那就是真实的 嗯 听起来好像很有一回事哦 这是我的人生心得啊 再分享一遍哦 某一片记忆 某一段记忆 是否真的发生过 并不重要 而是回想起来啊 不太确定自己当时在做什么 包含了那么一毫克的 不敢相信 也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回忆 这个记忆 就是真的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啊 绝对做过一些事啊 非常怪奇 甚至离奇 自己都不敢相信 反过来说 事情要有足够的怪奇 离奇 没逻辑 回想起来 才会觉得自己成长了 之所以怪奇离奇啊 就是因为自己在做那些事的时候 还看不出来其中的意义 然后呢 回看来时路 会觉得 甚至会赋予 那件事某种意义 这就是一连串 孤立的片刻 倚靠回忆与幻想 开始有了意义 浮现 消失 又浮现 不管过了多久啊 依然记忆犹新 就是最大的意义了 对我来说 用我的话来说啦 这样的过程啊 就是随遇而生 随遇而生 也就是说 随机性的成长 是一个人 非常独特的成长经验 随机性的 没有计划的 遇到什么 对应变化 这是非常独特的成长经验 宝贵且保密 即便是艺术工作者 有创作热情 愿意呈现出来 拍成电影 但你也看到了 那一段啊 男爵夫人那一段 并没有太多细节与说明 全凭感受 我相信啊 懂得都懂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再回来 Dev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Estada la Manodidio 2021年的电影 上帝之首 前面分享了两个三个 我看一下三个 小僧侣 阿姨 男爵夫人 那么我继续 浴室 浴室可以说是这部片的一个大爵 大爵招 但是放了一个大爵 非常厉害 非常怎么讲 打动我 非常感动 就说上帝之首这部片拍的很有创意 当然也需要我们在看的时候 发挥一点想象力 浴室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还要在里面多久 浴室不是你一个人的 别说意大利的家庭会这样 火星上的家庭也一样 就说平常在家里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 兄弟姐妹不管 家庭成员 特别会在那边霸占浴室 这是非常跨文化 无国界的生活经验 那么浴室那扇门 区隔里面外面 浴室那扇门区隔里外 感觉就像隔重山 但也像隔成沙 外面的人 很想知道里面的人 怎么可以待那么久 到底在做什么 里面的人 通常有反应 但不会急得出来 就那种感觉 我看到电影里那浴室 非常的惊喜 导演把这个生活经验 用来描绘 妈妈保护儿女 守秘秘 就像守在浴室里 独自一个人 妈妈独自一个人 承受爸爸在外面 有一段情 独自承受爸爸在外面 有家庭 那么做儿女的 就像浴室外的人 很想知道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却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那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有些事 等你长大一点 再告诉你 所以啊 我看到浴室那段戏 这是非常感动 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 先打个比方好了 比喻一下 流行歌的副歌 通常唱到第二遍的时候 会有更多情绪放出来 电影也是一样的 浴室这一招 它即便是大绝招 用第二次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情感 释放出来 男主角 家便 爸妈一氧化碳中毒 骤士 就这样突然的杀手人寰 对一个16岁的男孩来说 还有好多好多话来不及说 子欲言而亲不待 怀念她的妈妈 电影 用超现实叙事 让母子俩 隔着浴室那扇门对话 梳理情感 梳理那些来不及说的话 希望可以 疗伤止血 悲伤止痛 那是一段非常温柔的过程 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亲身经历过 那种感伤 无量无相 总觉得无法形容 却在这里 看电影 看到这么有才华的导演 用浴室来描绘那种感受 成功的影像化 即便我心里已经爬满了老简 依然像个炬嫩的孩子 在那边大喊 真的是 真的是那样 那种感觉就是那样 就那种感觉 好 分享最后一个感触 自由 最后一个感触 自由 对这个感触 我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愿意这样看自由 well so be it 那么不愿意这样看自由 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这里提到的自由 非常有意思 自由那段戏是说 电影里面有一个江湖人 在拿坡里开快艇 开得非常的滑溜 水井都拿他没办法 抓不到他 活得是非常的奔放 不过你也是知道的 夜行多了还是会翻船 男主角有情有义 去监狱探望他 江湖人消息灵通 有听说男主角 最近变成孤儿 发生家变 一戏批变之类的悲剧 这位江湖人是这样想的 他觉得孤儿爱生气 孤儿就是爱生气 虽然他的爸妈还在 但他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 然后告诉男主角 不管怎么样的悲剧 怎么样的家变 别忘了你有自由 的确我在看那段戏的时候 他说了那串话 基本上那个自由 这意味着我在坐牢 你没在坐牢吗 没有坐牢的自由 但这样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我在想 所谓的牢笼 是指监狱 还是情感羁绊 你知道的 有时候自己失去挚爱 变得垂头丧气 时间停了 整个人都很伤 伤到连自己都不知道在伤几点 导演索仁提诺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表示 如果当时没发生家变 说他自己 我可能不会是今天的我 没有这样的成就 这很有意思 听起来他在讲一种 化碑分为力量 走出阴霾 感受到自由 但我总觉得 化碑分为力量 那只是手杂业圆的每日语录 看起来很美 做起来很难 所以我一直在 怎么讲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挖掘 那种自由 究竟代表什么 但坦白说 我在那边想半天 挖半天 没有答案 不过 有一点点心得 跟你分享 那种自由 对我来说 是持续不断的感受 继续保持 打开毛细孔 感受各种温度 春夏秋冬 聚散离合 固然 重大打击 会把自己打得 好像 好像整个人 石化了 可是 人生 有那么一段时间 沉浸在悲伤里 也是在感受 男主角 在浴室门外 在港边 跟哥哥聊未来 探望坐牢的江湖人 承受拿玻璃电影前辈 那种精神鞭斥 还有啊 搭车去罗马之前 那就要先去看阿姨嘛 她就是保持流动 保持感受 换句话说 上帝之手这部片 给我最深的感触 就是说 走出来很好 走不出来啊 也没什么不好 无论走出来 走不出来 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走 继续动 继续感受 那就是 自由 好的 介绍这边 分享到这边 Astada la mano di Dio 2021年的电影 上帝之手 这次心得比较多 分享比较多 那是因为我个人啊 特别喜欢看这样的电影 就说 描述事实 是一回事嘛 但是描述回忆的时候 回忆里面有很多成分 是感觉 它不是那么人事实地物的 它是一个 当时瞬间的感觉 而那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 怎么讲 还原现场 所以在讲这样的故事 自己的回忆 回忆路 那种想象力非常重要 也非常的迷人 动人 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 很有效 就像前面聊到 浴室那一段 有经历过的朋友 特别有感觉 家庭里面 就会有一些东西 为了保护对方 先不说 当然也会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悲剧 来不及反应 那用浴室来描述 真的是 神来一笔 我没有想过 他会这样讲 但是他非常的精准 都是那种感觉 那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能够想到的 小小例子 你如果 有时间 有机会 亲自欣赏这部片 我相信 收获一定会很丰富的 好 文中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语目观后感 语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呢 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